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酷酷喵 那现在准备进入游戏测试的环节 那我们本次测试的游戏呢 跟之前一样,选用Rabbit Ribbit这一款动作破关类游戏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入游戏 因为之前呼喵已经大致的游玩过一段时间了 虽然不是最强的纪录 但是对于游戏测试环节来说 不论是角色的数据能力都已经达到一个不错的状态 游戏也大概进入了中到后盘的剧情了吧 那我们就现在立刻独挡进入游戏 好,那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款游戏呢 是因为这款游戏我之前在游玩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采用键盘流 就是使用键盘来进行操作 虽然说这款游戏是有支持XBOX的手柄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键盘来进行游玩 那之前大部分试玩的呢 都是使用机械式青轴或是红轴键盘 那本次测试了这一款 GK3ST这个RGB背光薄膜键盘 到底能不能够有资格 升任入门电竞键盘的资格 就由我们进来的游戏测试环节来验证 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们先要离开我们现在位在的这个拉比拉比镇 要移到三个地图以外的骑士之圣 然后一路打回来这样子 首先我要找传送石 在这边吧 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玩了 我要稍微找一下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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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哦 七十之身是这个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移动到这个 离拉比拉比镇 三个地图以外的七十之身 那我们要一路打回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本次要测试的键盘呢 就在我的桌上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彩虹背框 搭配拉比拉比这个游戏的色调跟主题呢 是还蛮贴切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右下方的这个像彩虹一样的这个数字变化 其实跟键盘非常像啊 都是这个彩虹RGP的变换效果 好 那我们现在要从这个地图的左侧 一路打回到拉比拉比镇 我想我已经没错了 就开始呗 好我要再严厉谴责一个事情 就是这里面的游戏NPC 实在跟有些敌人太像了啊 这个很常会误认我是敌人啊 所以有时候会 迟一下到底要不要下手 把敌人做那么可爱 没问题咩 看看 好想这位 看起来就是一副可爱NPC样子 可是其实是敌人 这个伪装效果太好了 我给87分 嗯 难得得 明知敌人居然穿过去了 是没有到判定点吗 嗯 好你看 这两位NPC又差点让我误认为敌人 可恶 好我们现在已经度过一张地图了 拉里拉比拉的越来越近了 好尤其是这边 看NPC跟敌人都重叠了呀 为什么要把敌人设计这么萌 主角阿丽娜 就是我们现在操纵这位兔女狼 她曾经说过 这些刚刚打击那些兔儿爱好者啦 非常的恶心 可是我觉得根本就很萌啊 难道 点阵图跟利慧有很大的差别吗 虽然她好像没有利慧 那会不会以后出一个阿丽娜的逆袭之类的 来好好的调戏这些兔儿爱好者我就不得而知啦 游戏方你们听到了没 啊 好没关系 再调回去 好像马上讲就遭报应了 嗯 拜拜 咳 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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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覺得 比我難分 實在是有點麻煩 欸? Good 這個彈幕閃得不錯 我要快一點了 這樣下去手機會沒電的呀 這個視頻必須要馬上錄完 OK 我們又度過一張地圖了 速戰速決 好 再見 這裡 這裡 往下 OK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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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見 我無視你 好 我們終於來到了拉比拉比陣的城外了 應該說城外 應該就沒敵人了吧 好 還有一個 好 再見 我沒有時間陪你玩 嘿咻 OK OK 好 我們回到拉比拉比陣 那 本次的遊戲測試 也在這邊搞一個段落了 那就讓我來說說 我們本次測試鍵盤它的一些使用感想吧 基本上呢 這款鍵盤雖然是薄摩式鍵盤 但是它的按壓手感 卻比一般的薄摩式鍵盤來的扎實 那手感有近視機械式紅軸的按壓感 但是呢 如果你是使用機械式鍵盤的輕軸 或者是插軸的玩家 我覺得這個薄摩式鍵盤它的回彈力道 還是略有不足的 台平是沒有那麼的重 也沒有像輕軸那樣那麼清脆 那當然好處就是噪音比較小啦 那 像你什麼 半夜要偷玩一些髒髒的遊戲啊 或者是 不能被家長發現的情況下 放低音量這款鍵盤 它的按壓聲音機卻是非常的小聲 那 非常的適合這類遊戲 生智專用生智專用 而且它背光都很漂亮喔 不怕你在暗夜之中按錯按鍵喔 非常有效率 所以整體來說呢 它在欠緣以下確實有成為這個入門級電競鍵盤的潛力喔 那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也按過那個紅軸的機械式鍵盤 其實感覺不會差的太遠 如果作為代替品的話呢 也是非常合適的 如果無法入籍昂貴的機械式鍵盤 這款鍵盤也是十分不錯的選擇 好的 那本次的遊戲測試就到這邊 我是酷酷喵 我們下次見